大家好,我是李志宏 咱们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今天开始讲JBPM初级开发的部署流程 首先看一下什么叫部署流程 咱们说通俗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部署流程 部署流程其实就是一个制定规则的过程 咱们JBPM是一个工作流引擎 它要做一件事情 它要是给咱们提供一种机制 具体来说这个流程怎么走还是需要咱们去制定的 也就是说咱们是制定一种规则 这个就是咱们部署流程的意思 咱们看一下部署流程的方法有哪些 部署一个流程其实有很多方法 咱们这里主要讲的是三种 一个是基于class pass的部署 另外一种是基于GIP压缩文件的部署 第三种其实也是基于GIP 只不过它的特点是 它是从浏览器上上传的一个GIP文件 这三种部署方法应该是最常见的一种部署方法 最常见的一种是三种部署方法 咱们看一下 在一个GIP环境里边看一下 咱们新建一个工程 把这个拷贝过来 咱们要叫它GPPM 二 把这个GPPM一关掉 然后改名称 这个都是咱们以前讲过的 这个都是必须要做的 Finish 然后首先咱们要部署一个流程 首先要有流程定义 咱们上节课也讲这个APDL 首先要定一个规则 然后才能部署 咱们重新去定义一个 这节课重新去定义一个 上节课咱们讲的这个 我也讲那个GPPM了 去做了好多图形比较乱 咱们这次重新去建立一个 GP Gboss 搜的时候搜Gboss就行 咱们叫它DEPL1 好 咱们开始制定一个流程规则 然后七点 然后中间有个Task 然后结束点 咱们就这这么简单的来三个点 然后用这个Trastation连起来把它 OK 这就咱们这个流程做完了 然后点选中这 然后让Ctrl加S 然后保存了以后 这块的自动生成一个 PNG的图片 大家看一下 PNG图片 看到了吗 这咱们这就是图片 图片是一个 和这个 这个部署流程 这个 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咱们去来 做一个部署流程类 咱们还是用 把这个 咱们把这个 Hello World 这个类的Controller去复制一下 然后给它改个名字 这是咱们方便咱们快速开发 咱们叫Deploy PLY 然后把里边无用的代码咱们删掉 把这些 咱们把它删 刚才按错键了 我应该按是Ctrl加D 是把这些都删掉 刚才 按成Windows加D了 就回到桌面了 然后 这块 咱们把这个 路径改成Deploy 咱们把这些没用的引用都去掉 让它看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这些 Sprint注解 咱们还留着 咱们先讲第一种部署方法 就是 咱们原先讲 Hello World里边也用到过 就是方案 ClassPass 咱们首先看一下 这些部署方法有哪些 为什么 咱们只讲这两种 这三种 其实部署方法 会有很多 比如说ClassPass 还可以有一种 从文件部署 还有可以从 Inputs stream部署 还有可以从 Stream支付券 还有URL 还有JIP 一个Sprint 其实它们的原理 其实最后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些东西 最后其实 重到数据库里边的 咱们一会儿的看一下 其实都是一个 插埃买的文件 无论你是文件也好 支付串也好 流也好 最后 主要转换成 插埃买的文件 和一个PNG图片 重到数据库里边 咱们主要讲的 就是这两种 为什么主要讲的 这两种 一个是JIP文件 一个是ClassPass呢 因为这个 ClassPass 是咱们做测试 做那个 就做demo里边 经常用到 JIP文件相对于来说 咱们正式环境中 比如说正式的一些 企业场合 也是经常用到的 咱们看一下 部署了一个ClassPass 咱们这个文件叫 咱们找一下 刚才做好的 叫Deepline 然后 咱们看一下 跟以前有什么 不同的地方的 以前只是部署一个 插埃了文件 咱们现在 再部署一个叫这 Resource 这个Resource 它也没说是什么 咱们就说 这个东西里边 是可以随便的 只要符合 这BPM的规范就行 这里边是个图片 也可以的 也就是说 这样的话 部署也就完成了 咱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两个名字放到一块 很别扭 叫Resource吧 Res吧 也不叫 叫Class吧 这样 SSP T 就ClassPass吧 这会儿 咱们看的也比较清楚 咱们让它去部署完了 会返回一个流程 部署的一个实力ID 然后 让它还返回到这个主页面 OK 然后咱们去启动这个 启动这个项目 然后把这个项目去部署了 咱们叫JPPM2 然后部署了 咱们启动浏览器 浏览器里边咱们那个项目叫JPPM2 咱们先进入主页面 网络连接错误 咱们看一下是什么错误 好 这块还没起来了 咱把它起来 起来以后直接访问这个路径 然后就咱们就可以了 咱们在这里边把这个路径配上 把这个主页面部署流程 咱们 咱们叫ClassPass部署 这块叫ClassPass GPPM这儿改成2 好 然后咱们再访问一下这个主页面 好 进来了 ClassPass部署 咱们这块做个断点 看能进来吗 404 没找到这个 咱们看一下什么原因 咱们前边有个deploy 刚才那个页面 咱们前边没改 这块不叫hello了 hello是咱们做那个刚才上节课的 hello里边的一个程序 刷新一下 然后开始 OK 进来了 进来以后 咱们看能不能部署成功 部署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就是在咱们这个数据库里边 咱们看看 打开这个数据库里边有部署的 有部署完的一个数据库里边 肯定有部署的记录 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他在这有个gppm那个 lob这个表里边会有 会有这个两个文件 一个是插卖的文件 一个是平级文件 咱们看一下有没有 直接让他过的 这是哈曼他打出来的一个 他的语句 最后他的部署流程id是5 咱们看一下 数据库里边有没有 这个lob里边没有 咱们看一下这个库是对吗 是用咱们这个库吗 叫testgppm 不叫这个gppm 是这个 咱们看一下 有了 咱们叫deploy 是吗 然后他咱们看一下 这个lob里边 他有这两个 一个是刚才咱们的部署 deploy的插卖的文件 一个是png文件 这个png其实是能看到的 咱们看这块图像 把这个这段 pop这段 看到的 这个图片 就是咱们刚才部署图片 这个插卖的文件 也是能看到的 看到了吗 插卖的文件完整就存起来 也说咱们这个 部署完以后 是什么效果呢 就是 他会把这个插卖的文件 或者png这个资源图片 都会存到一个表里边 这个表里边 使用的是一个 blob那个大字段 去存储的 这里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图片 将来会有一个 作用就是会在 GPPM6 类似查询的时候 会能再根据这个图片 的坐标 能找到这个 当前那个节点 咱们大家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这个 GPDL 其实它的每个节点 都有个坐标的了 看见了吗 它有个坐标 这些坐标 就在图片上 是唯一标识的 就说咱们这个库里边 只能找到这个 这个图片上的点的 在将来这个历史查看呀 一些定位上呀 都会有用 上来咱们都会讲 这个就是咱们 从classpass 去部署的流程 这个部署流程 指最主要的特点 最主要的用处 就是做一个实验 时候用 其实真正的一个场合里边 通过classpass 部署的还是比较少的 classpass 它是指说咱们这个路径 然后下一部分 咱们讲一下 是通过一个GIP去部署 咱们叫做GIP GIP包 它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 咱们把它关掉 它这个是怎么去部署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两个是在classpass目楼下 它们是单独的 两个单独的文件 咱们有时候会把它 咱们把它烤出来 放到一个GIP包里边 然后 就要test 然后把这个包 一块扔进 扔给GPPM 流程引擎 让它去部署了 这也是一种 特别好的一种方案 然后咱们看一下 咱们先把这两个文件 给删掉 以防咱们干扰 然后把这刚才那个 GIP包 扔过来 看里边就是咱们这两个文件 刚才部署的这两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这两个文件 咱们看一下 怎么才能有效果呢 就是说咱们 是重启的时候 现在都把数据库清空了 然后再部署 看看会不会有刚才那个 会不会和刚才一样 部署成功了 这样的话就有效果了 这代码是怎么个写法的 就是GIP文件 它的首先是拿到一个流 GIP的流 GIPinputStream 等于 他们从那个当前内路径的路径下 这是咱们拿GIP文件的一种方式 大家可以 了解一下 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 这是这个 就是这个方式 就是当前内所在路径下 咱们能找到这个 相对找到这个test点GIP文件 然后咱们让它 这个是 咱们看这块报错 它这个返回的 它这个返回的 看到Cannot Can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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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InputDream To GIP ImportDream 比如说 它的返回应该是 ImportDream 不是 GIP ImportDream 咱们看一下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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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P 按照咱们 旅游的规范 它是需要包装一下 然后这样才OK 应该是这样 我看一下 然后咱们就能得到 GIP ImportDream 然后咱们部署流程 这块也有一个方法 专门给GIP ImportDream用的一个方法 咱们看 刚才咱们也看到了 点 按的 From GIP ImportDream 看到这个吗 咱们把GIP搞进来 Deploy 然后这就部署成功了 然后这打个断点 咱们看看能不能进来 先启动一下这个项目 启动的时候 咱们看一下 咱们这块怎么配的 是update update的话 咱们看一下 数据应该是不清空的 看一下上次有的数据 有没有 还有 咱们不想让它有 让它去掉 再的话咱们这个 改成create 咱们的话 就能验证一个 咱们这个部署效果 都改成create OK 咱们对部署 重新发布一下 然后启动 刚才那个重新发布 就是 就是也可以不发布啊 就是 TomCAD会默认自动发布 只不过我是一个习惯 就是为了 让它更 确保咱们发布成功了 就像咱们 我平时写代码 按Ctrl S一样 我会按好几次 按两三次 这也是一种 就是保险方案吧 咱们看一下 报什么错 Target is cured 这块 报什么错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上传文件叫什么 他现在已经是在这一条 中文件叫什么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上传文件叫什么 都应该是在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咱们看一下这边有个ecotype 咱们查一下就是标识 这个是一种上传的文本 是一种文件形式的 咱们的atm 然后普通的就是这种的 是tax类型的 这个如果你不填这个的是默认 就是他 然后咱们去上传文件 当然不行 是需要是这种类型的 大家记得这几个字还比较难拼写 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 到时候先查也可以 就是标识他这个表单域里边 这个是文件 OK了 然后上传了以后 下还需要配一个路径 咱们把这个accent的路径配了 咱们就要upload 然后咱们这块打个断点 然后启动的话 看一下是能不能启动 咱们的上传文件去部署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部署 也就是说咱们实际项目中 也是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方式来部署的 如果简单的一些通用的方式 就这种 这种就是在浏览器上直接可以播出就行 是一种最实用的 大家一定要了解 记住这种方式 直接这种是被MVC获取的文件 然后转化成GIP的一种包 当然这个文件当然肯定是GIP的了 启动没有错误 咱们看一下数据库 看原来有没有数据 原来是没有数据的 咱们看一下 能不能部署成功 咱们刷新一下 咱们又 又 刷新的地方又错了 刷新成 刚才又咱们路径刷新是根据这个路径刷新的 也就是说又走了一遍这个GIP部署 咱们不希望这走部署的 部署完了 数据库里边肯定是有数据的话 这会干扰咱们去验证 部署是否正确 所以说咱们只能是把它重启一下 让大家去更直观的去了解这个问题 这个是咱们最后的一种给大家讲的一种部署方式 这个方式完了以后 这个整个的部署流程就都讲完了 还是老步骤 看一下有没有 没有 咱们看一下 咱们让它回到这个index界面来 找到这个 这个是文件 咱们选择一个GIP的文件 就选择刚才那个文件 咱们都刚才在桌面 GIP要点提交 就应该能到达咱们这个类 看到了吗 到达了 看一下进来了 然后咱们让它走一下 看GIP这个流里边也是有数据的 然后部署就是ID等于1 咱们看一下数据库里边 它这也是部署完的 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通过浏览器去上传一个文件 然后部署 这个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一种方式 一种部署 以后咱们所有的部署 基本上都会用到它这种方式 咱们这节课就讲解了这种 可以说是两大类 三个小类的一种部署方式 大家主要是记住这个GIP 这classpress只是做一个测试的时候用 这节课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